屏東潮州有一名宮廟大道行蹤被警方給盯上 而在微博的過程當中 他以為熟門熟路的 所以故意挑狹窄的巷弄來逃竄 想要躲避遠景追棄 但是騎著騎著騎進了摸乳巷 而當時對象剛好有機車騎來 意外變成了一堵牆 路被卡死 嫌犯踢到填板 當場被壓制在地 嘿 騎士發現自己被盯上 催友們快逃 說時遲那時快突然左切 窜進小巷 只見遠景急忙跑進去追人 雙手緊抓騎士包包背帶 騎士仗著騎車優勢不斷加速 眼見人就快要背跑了 這時對象有車過來 意外便一堵牆 路被堵住便騎士急了 汽車要跑 但最後掙扎沒用 被遠景扑倒在地 鑽小巷很會溜 但老天沒站在他這邊 嚴防在作亂直接上銬 送進警局 47歲騎士原來是公廟大道 四處偷箱油錢 被遠景發現行蹤拒絕攔查 自認是在地 很熟路況 想殺個遠景措手不及 鑽窄上 結果踢到鐵板 襲警當地摸乳上 僅100多公分寬 結果對象有車來 把路卡死 民眾見警察追人 也很激緊幫忙擋 事情總有轉機 賊心也該敗 記者蘇世偉屏東報導 議員